想让小木槿和猪槿花开的花多一点和勤一点 花后的修剪和管理特别的关键 因为在修剪以后 它的分支就会有一个变为两个 两个变为四个 分支越多 开的花也就越多 所以在开完花以后 或者是枝条长长以后 都要修剪一下 比如这一颗就需要修剪了 在修剪时 枝条不能留得太长 从分支处往上保留 达到四厘米 每修剪一次 分支就会增加一倍 在修剪时需要注意 中间的枝条留得可以稍微高一点 四周的枝条留得低一点 让整个猪形最后形成一个塔形 这样开花以后就会更加的漂亮 在修剪完以后 一定要记得施肥 肥料可以使用骨粉和复合肥 复合肥的大铃甲比较均衡 而骨粉可以起到养根和催花的作用 把两种肥料混合在一起 沿着旁边浅埋就可以了 这样开的花就会又多又大又勤 家里所有的开花植物都可以使用 主要是特别的便宜 一包五斤重 仅需要十几元 在视频的下方就可以买到同款